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此机会来跟大家聊一下 怎么样在很小的空间里面 利用有限的空间和自然光 去拍摄出有电影感 有情节感的创意情侣人像 那课程开始 请大家把报道打在公屏上 如果你喜欢今天拍的作品 请把爱了打在谈目当中 首先第一点呢 我们来聊一下场景的选择 场景的选择呢 今天我们已经非常方便了 可以在小红书上快速的筛选出 你喜欢的一些风格 首先呢 这一次的场景选择 就好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一样 我是在上海的 由火车改造成的一个餐厅里面去进行拍摄 那这个餐厅呢 非常的复古 它的墙面呢 装潢是蓝色的壁纸 所以呢这边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一个拍摄场地 所以呢是需要付费进行拍摄的 同时我们要选择非正餐的时间才可以进行拍摄 在确定我的场景之后 接下来我需要确定的就是我的服装 通常呢女生的服装我会自己进行准备 那因为我们这次拍摄的第一个场景是蓝色的壁纸 所以我为模特挑选的是淡粉色的吊带短裙 那这样的颜色呢 也是我事先进行精心挑选的 因为我们知道蓝色和淡粉色的搭配 会让整个画面冷暖有协调 第二件服装呢 我为模特挑选的是一字间的 有一点bling bling的这样的选择 我曾经呢在一次夜景的拍摄和自拍的拍摄当中 都曾经选择过这件衣服 那我觉得它拍摄出来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觉得它非常契合我们这次所想要拍摄的 这种有一点复古但是有很前卫的风格 男生的服装呢 我通常会在微信上面提前跟他们进行沟通 所以呢我让模特准备了一些 我心目当中所想要拍摄的 比如说类似于西装 衬衫还有一些领带之类的搭配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我有以下的几个技巧想要分享给大家 第一点呢就是我会单独为他们进行拍摄一些照片 因为我们知道单独为对方拍摄 首先呢可以让他更熟悉当下的场景 那其次呢也可以让他得到一些单人的照片 那在熟悉环境之后呢我就会为他们设定一些画面和一些故事场景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男生给女生拍照 或者是我会让他们彼此坐在一起嘻嘻打闹 好像我们在火车当中情侣之间会发生的一些趣事 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和光影做游戏 我在拍摄的时候我通常会让模特靠近窗户 也就是靠近我们的光源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些侧光逆光的不同的机位进行拍摄 那在拍摄到后半部分的时候 我发现光影照射进来的角度刚刚好形成非常美丽的逆光 同时呢男生拿起这串项链 再给女生戴上的时候 我发现折射出非常非常美丽的光影 那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在选择光源的时候 尽量让一些侧光或者是逆光去进行拍摄 那这样的光位会让我们的画面更加的有神秘感 有故事性 同时呢也是更加接近电影的那种画面感 那在构图上我们可以让人物交错的站姿 去营造出故事性和神秘感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电影都是焦点在其中的一个人身上 而另外一个人是成虚化状态的 那这样的状态也是会让我们的画面更加的有故事感 我们都在有个人身上 我们有个人身上 但仍然是最大的 也太 让我们有什么 这个生意 那我也有什么 以上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 我们室内情侣人像的拍摄全过程 如果你喜欢 别忘了三连点赞评论转发 你的小小的支持 就是对我做视频的莫大的鼓励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